记者年秒云台北报道,国民体育法9月公布后,体育署规划近3个月推动民众预报作业,截至12月20日晚间9点,有47个协会确认接收预报资料,达116,614人次,与球球后代资影周天成以及游游泳选手唐盛杰、杨金贵表态参选选选手李氏,记者简容丰社。 体育署经召开记者会宣布民众报名资料移交,包含于球球后代资影周天成以及游游泳选手唐盛杰、杨金贵、林世杰一同出席,表态参选选手李氏,号召更多民众与运动员加入。 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,经出席记者会宣布参选选手李氏,他表示起初忙于比赛及训练,对于相关资讯接收有限,后来接到协会邀约,也燃起他想为更多选手发声的意愿。 雨球球后代资影,记者简容丰社。 年终赛结束后,周天成随即前往高雄国训中心备战,经特地北上出席记者会,期待能让更多人重视体育改革及发展。 我很愿意为大家服务,用自身力量帮助选手,机会出来当然可以把握,让协会可以听见选手的声音。 小天也期待,未来若投入协会,希望能让资源分配更平均,让更多小选手有好的训练资源,也期待引进科学化的训练,增加选手的竞争力。 周天成,记者简容丰社。 体育署协会预报名成果,书长林德福与选。 首带资影周天成,唐盛杰,杨金贵及协会代表出席,记者简容丰社。 体育署协会预报名成果,书长林德福与选手带资影周天成,唐盛杰,杨金贵及协会代表出席,记者简容丰社。 体育署协会预报名成果,书长林德福与选手带资影。 周天成,唐盛杰,杨金贵及协会代表出席,记者简容丰社。